欢迎大家来到JAM Channel 我是Diane 我是阿超妈 我们之前和四个家庭一起去行山静山 我们由西贡北潭澳走到去露营热点赤径 今次我们除了会分享行山路线 和分享沿途的美景 也会带大家看赤径面对海洋垃圾的情况 大家不要错过我爸爸拍的红白片 今天是2022年11月12日 我们现在来到西贡码头的公园 一个特别的活动 就是行山静山活动 我们的起点不是在这里 我们的起点是在北潭澳 下一站是北潭澳 我们准备下车吧小朋友 准备下车吧 今天我们走这条路 就会由北潭澳出发去到赤径 全程大概是3公里 我们预计走一个半至两个小时 看看小朋友的进度是怎样 今天我们选择这条路的原因 就是一来它是非常短 二来它也是一条很平坦的路 我们走的初段全都是石屎路 那就很适合小朋友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标区柱是多少号 M047 你知道我们现在走哪条路吗 麦里浩征 对啊 麦里浩征 走这条路大家可以软跳土瓜坪 至到黄石码头一带的风景 现在去到M046了 那里面有大东西 对啊 那里面有遮袋 很厉害的 那些小朋友努力了一段时间 我们现在呢 可以进来这个红树林那里玩一下 休息一会 和吃一下东西了 那旁边呢 都有一条河在这里 很高兴的 赤径位于内海湾 所以海面经常都很平静 波平如镜 说起赤径呢 很多人第一时间 就会想起它是一个露营热点 其实赤径除了是露营热点之外 也是一个轻松交游的好地方 这里有很宁静的环境 幽美的海湾 还有红树林和泥滩 所以赤径内海湾 也是一个欣赏西贡海岸的好地方 还可以远挑蓝蛇尖 和西贡内海湾其他的山马 现在请大家细心欣赏 爸爸与赤径拍的航拍片 这条毛巾是很大块的 这条毛巾是很大块的 你看这条毛巾是很大的 你问一下 背囊呢 就是这个Volt的包包 因为这两天我们去Staycation 所以今次我就背一个大一点的背囊 这个蓝色的背囊就是我的 这个红色的就是妹妹的 背囊的时候 看中了这个背网 这个背网可以将背囊 和背脊的位置留一个空间 这边就不会太热 可以透气一点 另外这个背带也可以 这边的位置留一个位置 这边的空口位 这边也是可以上下推的 这边也是可以适合不同高度的人 慢慢自己去教位 这次Project赞助了一些 纪念品给我们的参加者 我也很感谢他们 Project也很支持 生夜无行这个概念 也很希望大家在山的时候 然后要记住自己的垃圾 要自己带走 Project的理念也很相近 所以Project知道 我们今次搞这个活动 都说想支持我们 多谢他们 我们差不多12点钟开始走 我们12点八度 就来到这个红树林的位置 刚刚那些小朋友 吃完一些饭团 他们现在就下了水玩 现在的时间就是1点20分 我们预计我们会在这里玩1个钟左右 但是下一班船 就已经要等到3点20分才有 所以我们预计在这里 可能玩到2点 之后再走过去士多那边 看看有没有糖水吃一下 然后再走过去赤径码头 原始人的基因出现了 个个都拿着一块石 不停砌 起砌 哥哥先 他写着1加1 他问我一起 那我就帮忙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想砌什么出来呢 是不是艺术品呢 不是啊 我想砌原始人的那些 那些粒粒 粒粒的 我这里砌花石 是啊 我这里砌花石 好了 现在已经是2点05分了 我们又要出发了 回去赤径士多那边 不要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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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很多的了 这里太多了 太多了 不要搅拌 哇 这里真的搅拌不完 这里的垃圾 多到都不知道怎么搅拌 这里搅拌不了 我们这个位置 要找其他人 海冲过来的垃圾 那些垃圾 这里是赤径这条村子 前面的士多了 看看有什么 看看有什么 要喝 雪条时间了 这里赤径士多 这条雪条也挺贵的 要20元 不过开心一下 这个赤径村 很多垃圾 很多垃圾 为什么这么多垃圾 那些人 是 因为有些人在海里 冲过来的垃圾 这些就是赤径的海洋垃圾 在哪里等啊 好吗 你在这里等啊 哇 很多海啊 有些容易得到 那些人都开心 小朋友 想有个问题 问你啊 你们觉得呢 看到这么多垃圾 在这条路上 你觉得怎么样 那些海水冲上来 是啊 那你 好书林啊 你喜不喜欢 这个胶外 变成这样 不喜欢 不喜欢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有什么办法呢 我也是灌木啊 我也是灌木 不要脱地扔垃圾 还有呢 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呢 可能我们不要用太多 因为我们是武器 真的要 记住 有很多方法可以减少垃圾的 赤景这个地方呢 原本真的是很漂亮的 不过呢 因为面对海洋垃圾的问题 那经常都有很多 一些垃圾在海中冲上来 那它整理也整理不完的 那这个问题呢 都不容易解决了 我想要全世界的人 一起努力才行 好 三点四十分才有船 是 我们现在是三点钟 那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七点 现在呢 我们完成了今天的活动了 那现在有些礼物呢 是送回给你们的 可以扣在一个袋子 会着灯的一个装置 来的 OK 好多谢爸爸妈妈呢 带小朋友出席啦 那我们的飘航给你们的 今天我们就收拾到 这里是部分的垃圾 那另外呢 还有几袋 好 现在呢 就是时间三点零七分 那我们呢 已经看到呢 往往石码头的船呢 都来着了 那我们那辆船呢 就三点二十分 三点半度出发啦 那现在就是三点零七分 那中间我们呢 就玩了一个半钟 那其实这条路呢 就是很短的 那不过呢 就適合小朋友走啦 平路下山啦 那他们呢 今天都很努力啦 那我收拾了一堆东西的了 那现在我们呢 就拿回出去 黄石码头那里 那里 那才再丢啦 那 对啊 晚上的时候 如果你出街要跑步 或者出去走夜山都可以带来这个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次的分享 赞好我们这条短片 留言给我们 和分享这条短片给你的朋友 好 现在要丢回垃圾了 丢到垃圾站那里 如果大家不想错过我们的资讯 就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呀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